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特朗普已经宣布了自己内阁的第一位成员 其竞选团队经理苏珊·威尔斯 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白宫办公厅主任 可以说 特朗普论功行赏的时间已经到了 这些内阁部长的位置 并不是给业务能力出色的技术官员 而是对在总统竞选期间出过力的人的一种奖励制度 总统可以随意提名自己的心腹幕僚 幕后金主的代言人 反正处理具体事务的是民选官员下属的公务员团队 部长们并不需要有很强的个人能力 基于这个逻辑 我们再去看现任国务卿布林肯的糟糕表现 和国防部长奥斯汀 雷神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身份 就非常逻辑自洽了 另外 美国政治制度里 还有一套专用的分赃体系 驻各国的大使 有些不太重要的国家的大使 甚至是按竞选期间捐款金额来定的 你给我捐了多少万美元 我当选后让你当驻某国大使 堪称明码标价 特朗普这次格外慎重 避免出现像上次那样 身边全是反贼的尴尬境地 特朗普1.0那会儿 他选的副总统 国务卿 国防部长 都在某个时刻跟他翻过脸 绝过裂 这可不行 尤其是司法部长一职 特朗普现在是官司缠身 要是不选个纯臣 还不知道会闹出多少乱子 具体人选方面 特朗普1.0时期的最后一位 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是对华强硬派 被认为有可能重返白宫 同时 曾支持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莱特·希泽 也大概率在新政府中再次担任美国贸易代表 国务卿 特朗普正在考虑任命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 国防部长人选中迈克·蓬佩奥排名比较靠前 上面这些人大都是被我国政府明确制裁的反华分子 如果卢比奥真被任命为国务卿 他可是被我国拒绝入境的 这里就要说到卢比奥和蓬佩奥的另一重身份了 卢比奥来自特朗普的大本营佛罗里达 自称是古巴流亡者后裔 从进入政坛那一天起 就是一个右翼民粹主义分子 2009年 他以38岁的年龄当选参议员 靠的是跟查党关系好 这帮人是特朗普最忠诚的卫士 蓬佩奥的成分没那么复杂 只是美国最隐秘财团科赫家族的代理人 蓬佩奥毕业于西点军校 2016年之前 他是堪萨斯州一名平平无奇的一员 2017年 特朗普把他提拔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可见科赫家族为特朗普助选出了多少钱 这个科赫家族是美国传统能源产业的绝对龙头 是特朗普反对气候变化 反对新能源政策的主要支持者 与美国军工复合体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们不是真有多强的能力 纯粹就是为了当官而当官 他们上任之后 也不会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都会先办君主交代的事情 所以才会有拜登在任期间煽动俄乌冲突 让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的事情 蓬佩奥作为当年支华派中极端鹰派代表的他 不仅在卸任后被中国制裁 连跨境美国大公司的机会都被堵得死死的 要不是这层被制裁的特殊光环 可能他早在私起躺平赚钱去了 眼下这个对华超级鹰派 极有可能再度登台担任国防部长 假设蓬佩奥这次顺利进入 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圈子 他绝对不会放过任何能强化反华议程的机会 甚至可能不顾代价的大力推动 想借此出口恶气 不过根据最新消息 蓬佩奥这家伙彻底凉了 11月9日 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 美媒称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迈克罗杰斯 正在考虑在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 一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向福克斯新闻透露称 特朗普过渡团队已经与罗杰斯取得联系 美媒同时表示 另一位可能担任国防部长的候选人 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沃尔兹 此人是一名退役的绿色贝雷帽队员 沃尔兹在加入国会之前曾在军队服役 此外 他还曾担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 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顾问 并曾在私营部门担任国防承包商的首席执行官 很显然 蓬佩奥完全不在特朗普团队的 国防部长人选的考虑之列 原本蓬佩奥是有机会的 但是 蓬佩奥去年公开支持特别检察官 杰克·史密斯针对特朗普的刑事调查案 这让特朗普气得猛打高尔夫球 在特朗普看来 蓬佩奥已经辩解 蓬佩奥在政治上是一个有奶辩识娘的家伙 他认为拜登还能连任 自己也能捞个一官半职 没想到 自己判断失误 还有一个原因是 蓬佩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争狂 他曾诱导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开战 这让特朗普脑在心里 因为特朗普多次说过 他在任期间不会发动战争 他给全世界只会带来和平 特朗普曾抱怨 奥巴马拿到诺贝尔和平奖是个笑话 他才是最应该拿到诺奖的美国总统 如果他再次选择蓬佩奥担任国务卿 他的诺奖梦必定泡汤 特朗普愿意让乌克兰让步 联俄反华 但蓬佩奥坚持继续支持乌克兰 蓬佩奥给出的和平计划是 向泽连斯基提供5000亿美元 用于从五角大楼采购武器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这个想法要比拜登激进的多 拜登政府在援助之前都会根据战场形式 对乌克兰提供恰到好处的援助 确保乌克兰不会立刻输掉 但也不会让乌克兰有赢的可能 而蓬佩奥的操作则是要把乌克兰完全武装起来 让乌克兰去和俄罗斯彻底拼了 这是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的 归根结底 美国的一些人现在仍能从俄乌战争中获利 蓬佩奥就是典型的 靠着金钱政治发家的美国政客 自然要为金主的利益考虑 特朗普则不同 他不是美国的那种传统政客 与蓬佩奥有分歧 可以说是必然的 不过 蓬佩奥被排除在外 这对于中美两国都是好事情 一方面 蓬佩奥在被我们制裁制裂 这也省得其上台之后 中美两国因为制裁发生新的博弈 另一方面 蓬佩奥此人非常的激进 此人甚至一度诱导特朗普 在台湾问题上 通过军事手段 与我们对着干 而在其下台之后 蓬佩奥多次窜访台湾 并呼吁美国承认台湾 现在特朗普另有考虑 并不是坏事 其实中国并不怕蓬佩奥当美国防长 中方一个月前已经埋下伏笔 五个大动作 9月25日 东风31AG洲际弹道全射程发射演练 这是可以威慑美本土的力量 10月14日 联合力舰2024B演习 就传递出一个信号 如果你要打那儿 我就趁机收复台岛 10月19号 央视罕见曝光 大批东风26发射车 这意味着可以密集打击美军在关岛的基地 10月20日 双航母演练画面曝光 总吨位超过30万吨 导弹垂发单元达到688个 11月5日 山东舰航母战斗群被发现在菲律宾海活动 最近抵达了宫古岛以南海域 这对美日威慑意味明显 再加上 珠海航站上大量先进武器密集亮剑 中美双方最恶劣的结果 无非就是爆发战争 在眼下 中方作为全世界第一工业国的情况下 美国如果贸然开战 是没有胜算的 源源不断的武器生产能力 庞大的后备力量 科技实力 强大的国家意志和执行效率 在这四个维度 美国都不占优势 又何来担忧蓬佩奥当美国防长呢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